爱妻诸儿英离之墓 诸儿 就是那个一千猪万毒手 伤我的那个丫头 北师妹 师姐 把这座坟给我挖开 师姐 听着 挖开 师姐 师座空坟 这跟我们没关系 上次是金花婆婆把周芷若带走的 有此推断 周芷若一定来过灵蛇岛 周芷若 前面有家客店 来 掌柜的 有没有客房啊 有啊 楼上就有 好 走 陈有量 陈有量来京城 绝不寻常 反正已经知道他们住在这儿了 他们去 啊 哥哥 怎么会这样 他没有死 那个陈有量 又怎么会跟我们家车上关系的呢 你是成坤的徒弟 草民臣有量叩见王爷 起来吧 谢王爷 你师父在信中一再推荐你 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本王正值用人之计 你能够投笑 本王自是十分欢迎了 草民定当尽忠尽力 王爷 这是师父让草民带给王爷的厚礼 卢阳王府的叛徒果然是厚礼 陈有量 本王将重有余礼 谢王爷 敬敬 你回来了 我累了 这是我的女儿敏敏吗 是 妹妹呀 以她的个性 要是看到你还活着 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甚至闹得天翻地覆 变了 完全变了一个人 爹 我去 不 你先把苦头头关进地牢 再安顿一下陈有量 是 爹 事情都办完了 想不想谈谈 如果你气不过 你尽可以发泄 不要闷坏了身子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 你哥哥的事 你被骗了 被戏弄了 被设计了 七王爷的主意 是不是 我知道爹不会对我做这么毒的事 所以我不弃爹 不弃你 那就好 那就好 爹还有事吗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好好休息吧 七王爷 你既然这样对我 那就怨不得我了 那就怨不得我了 你既然这样对我 你既然这样对我 爹 怎么样 怎么样了 妹妹她没有怪我吧 她出奇地冷静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真是这样 是啊 明明的反常 反而让我担心起来了 爹 我 爹 我想见一下苦师傅 苦师傅 你瞒得我好苦 我这个郡主 跟头在你身上 可栽得不轻啊 郡主 苦头脱向你致歉 我遵你为师 亏我这么对你 你真是气死我了 苦头脱姓范名谣 乃名教光明又是 因朝廷世灭名教 苦头脱才混入汝阳王府 自知有所作为 昔日在王府 人人对你理尽有加 现在成为阶下囚 这是何苦啊 成坤为了举荐陈有亮设计于我 我如果不是不小心中了成坤的道 不会束手究竟 我不要听这些过程 你是名教中人 又是我汝阳王府的叛徒 理当问账 我范瑶闯荡江湖 早就把脑袋拎在了手上 该怎么办 任由郡主处置 好 这话是你说的 明日武师 东士处战 不行 我们不能逾越权限 我不懂 爹 范瑶乃名教中人 名教的事 由七王爷主管 我们无权过问 范瑶背叛我 我就有权处置 只怕七王爷 对范瑶领有别的计划 你一意故行 我不管 他对不起我 唯有意思 才能消除我心头之气 爹不准 爹既然以七王爷为准 何不去征求他的意见 爹 王妃娘娘过世了 就在你走后没多久病逝了 进去看看吧 明明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 七王爷呢 爹他 爹 明明见过七王爷 明明你回来了 事都办完了 都办完了 都办完了 七王爷您身体 没事没事 明明哪 你跟我儿的婚期 恐怕要延后了 刚办完丧事 就办喜事 不吉利啊 全凭王爷做主 明明 明明 你这次出去 回来可懂事多了 明明有件事 想请王爷拿主意 说吧 府里抓到了明教幼使范瑶 好 我的意思是立即问斩 可是爹说 平定明教之乱 是应该由王爷做主的 要听您的指示 这光明幼使 在明教里身份不低啊 可以好好利用一番哪 一来嘛 可以用他做吊儿 引那些混进大都的 残余分子上钩 还可以通过 以言行逼供 让他招出他们的巢穴 以被我个个击破啊 明明不以为然 说说你的想法 据我所知 自从万安寺事件之后 明教已经分居在全国各地 在这金师大都 已经没有明教的人了 王爷想掩尔钓鱼 我想恐怕很难 再说 这个范瑶 都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 以自残的方式 混入汝阳王府 想要他去鱼逼供 我想得就更难了 王爷 我的建议是 立即问战 让这些乱党 知道他们的下场 以达到杀医情版之效 爹 没事 自从你娘走了之后 爹的身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好 明明啊 王爷 说实话 原以为啊 你会因为那张武济 而替范瑶求情的 刚才听了你这番话 我就放心了 看来的 看来你的确把该办的事情 都已经办了 好啊 范密 看来 你真的是 新属朝廷 神资 一输我铁木耳家了 这么说 王爷是同意我的做法了 不过嘛 要想真正达到杀医情版的效果啊 我 我以为杀范瑶的时候 必须要张榜公布 而且由本王奸斩 杀范瑶 来 杀范 不要杀人了 掌柜的 公子 有什么事 肚子有点饿了 你帮我送几个菜 送到房里去 好嘞 马上就送 朝廷种饭 这就是 帅姚啊 太厉害了 这就是 太大 范瑶 范瑶 你认识啊 这是骨头头 你还生他气啊 算了 这是过去的事了 不过 提起他的时候 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 五极歌 你要救他 是啊 范瑶是我的属下 我明知道他的生命有难 身为教主的我 能坐视不顾吗 可是 庆王府公开行刑 必定戒备森严 你怎么救人 这 五极歌 不管你打算怎么做 我一定都陪在你身边 不需要 好 我们既是夫妻了 就应该同生共死 公子 公子啊 有位姑娘让我把这个包交给你 没你事了 没你事了 赵敏 你 他果然很厉害 知道我们在大东 知道我们住在这儿 知道你救范瑶 五极歌 你要想清楚 不能中了赵敏的奸计 中计 难不保他来一个请君入瓮 到时候再以十面埋伏来抓你 可如果范瑶正要被刑刑怎么办 不管赵敏是不是有姬谋 为了救我属下 我都要试一试 那 你打算戒法场 不 我打算去法场的路上就下手 赵敏 你帮我制造混乱 声东击西 以利我救人